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好久不見啦 今天讓我們再次重啟七彈大作戰2的戰況分析吧 最近是不是打的有點膩啦 昆布賽道及農園牆塔超苦手 不如今天就來試試看蠟筆吧 讓你進入快樂的蠟筆天堂 事不宜遲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好首先第一場是這個 昆布敦賽道20808人平均 今天肉肉先生拿起了久違的蠟筆 看來今天的表現會怎麼樣呢 OK好的一開局呢 就先從我們這個中場出去喔 看來是 打算走左邊這邊嗎 沒有先放了一個冰湖 好現在似乎是打算從後方來做一個突襲 先來蹲點看一下 這個敵人似乎沒有要來抓的樣子喔 慢慢的游出去慢慢的游出去 然後呢 看來有沒有沒有大繞背大繞背 會不會成功會不會成功 看來他是想要等對方先上塔 來一個出襲不一定 但是左邊這邊先抓到一個嗎 沒有 右邊下面有一隻先抓到一個 可是 守在本 哎呀 這個剛好可惜啊 他應該在找個大概三五秒出去 應該可以三個全抓的喔 好現在目前隊友先把這個塔 先送到了前方這個90分的位置 OK 再一次打開水線 好但是現在塔上有一個 有一個中格 後面還有一個人 右邊還有一個長包鏈 長包鏈 長包鏈沒換掉這個毒 現在危險 命在但是 還好偷躲過了 等等 左邊這邊墨甲已經開了 能抓 能抓到 能抓嗎 OK 順利抓 等一下炮槍 哎呀可惜跟中文壞掉 這個要炮槍就有點可惜啊 這個 蠟筆啊最忌諱的就是炮槍啊 就是左射陣啊 左射陣要非常小心啊 好重新復活之後 好上水線 現在目前是雙方是各一個倒一一個倒二 但這個時候其實戰地還是很重要的能順 欸這個時候重格他沒沒 直擊一下 NICE非常好 這個算撿到了 剛剛重格如果這個M再抓得準一點啊 這條命絕對是不薄的 好的 來 現在是我們這邊也有一個重格 剛剛忘記跟大家分析一下 對面是這個重格 鼻息 然後壽司 跟這個長包鏈 然後我們這邊的是這個 這個油管 油管 然後剛剛這個一連帶二很好看喔 油管 重格 蠟筆跟弱葉 好現在這個是有距離上的缺陷喔 但是弱葉現在是很堅持 因為桃也桃不了了 不如換一個壽司 也算小賺啊 因為畢竟在這個昆布盾 昆布賽道喔 這個地方喔 這個手長其實很可怕 所以剛剛呢 這個牽制多多少手長 一定有起到一點點作用 好現在塔已經先順利送到四十三 看到已經有敵方下來 這個時候看著敵方的走位喔 這個蠟筆啊 很吃 就是你要預判敵方會繞跑 退機 他會往哪裡退 他會往哪裡走喔 因為當他被打到一下以後 通常都會緊張緊張要退 所以你要預判他的那個方向 再打完他一下以後 往他預判的方向去打 通常都能收得很漂亮 好對方的重格已經吃到家裡來了 好在這裡蹲一下 可以蹲嗎可以蹲嗎 哇這個直接重格殺到家裡 這裡昆布塞道很害怕手長的人 進到家裡的左側的那個地方 現在對手這邊 鼻息先上先 預判往右走 但是手有點太短 背包又飛起來 已經被看到了 現在要怎麼打開 現在要怎麼打開 要怎麼把塔強回來 想要先拉掉這個鼻息 好對方倒二 好現在目前是這個 SPE有了開出來 右邊壽司 但是現在目前戰地不是很漂亮 可能會死亡 哎呀真的是 毒物 再加上這個壽司的逼近 這個小命絕對是不搞的 好塔現在已經先回到了 準備回到中間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目前重格在中長 然後左邊這邊有一個 壽司背包開起來 想要順勢地躲在這可是 比起趁這個背包飛起來的 時機點抓得非常好 直接攻進來了 但塔呢現在是有兩個隊友 在前面先hold住的 但家裡目前貌似是有人 這個時候千萬不能冒冉出去 這個地板是有點髒啊 這個選擇是好的嗎 站在這個情急之下 不想要輸 但是已經可惜 被吹過了 被吹過了 好現在nice 感謝隊友 好這邊還有一個 躲掉了在這個家裡正前方 好現在這個 柔柔先生 怎麼樣 你打算怎麼做 你有什麼想法 有抓到 抓到 這個機會絕對不能放過 通常真的是 昆布賽道 在小小的末點 都有人會蹲 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鎖敵是一定要抓到的 好這個時候要挺進攻擊 比別人家不是這個前後 可想吃一個飯糰 好現在卡也是如實的前進到了這個敵方的家中了嗎 現在是到幾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到了53沒有辦法順利推進了 因為畢竟 這個位置啊 進攻不好進攻啊 他們對方又有一個長爆裂啊 好現在這個隊友就是使勁的想辦法上上下下打 nice追過 但這個時候呢 這個我們短爆裂 本來是應該要上前去做一個壓制的 可是因為範圍都是大範圍攻擊喔 我們就是不貿然前進喔 雖然說後面這裡抓掉一個喔 但是也是有稍稍起到一點小作用 現在目前是領先對方6分 剩下14秒的時間 能順利的防守嗎 這裡其實會很關鍵喔 通常大家都會在這個地方選的 因為太急著想要把塔提下來了 所以這時候這個肉肉先生怎麼做呢 直接攻上塔去了 這個時候蠟筆就起很好的作用 nice 蠟筆啊在這個關鍵時刻 一定要站好一個超漂亮的位置 然後 看準時機 一舉攻下 這就是蠟筆最重要重要的 就是千萬不能是這個主要對槍的人員啊 一定是要在旁邊觀看的 哇 這一局的表現不錯啊 看來這個蠟筆在這個 昆布賽道可以有很漂亮的表現 好 再來第二場 一樣是昆布賽道 2170 肉肉先生這個 能持續像剛剛上一場的表現嗎 唉唷 這邊的這個長暴跑來我們這裡啦 好 開場的對面是泡泡P中格比喜跟NOVA 那我們這邊的是長暴這個中格 壽司跟這個蠟筆 好 一開一局 羽肉先生本來是打算走左邊的看來是沒踩到塔 沒踩到點喔 還沒潛到墨 好 這個時候已經這個泡泡P已經在看了 這個泡泡P開出來 好 看來他沒有到用到順暴喔 所以這個命算是保住了 塔先由子隊這邊先拿下了 好 現在哇哇一路挺進第二關門了 一路挺進第二關門了 現在家裡這個泡泡P看來這個沒有墨了 欸 NICE 好 這個泡泡P直接就先砲槍一波了 這波絕對是撿到的 OK NICE 一次連帶二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地板啊 跟這個向前壓制非常重要喔 水仙先拉起來 好 這邊先放一個冰湖試探一下 OK SP已經有了 先鎖敵 看一下敵人大部分都在家裡 有人從水仙下來 鼻息 這時候要蹲一個點 蹲一個點 好 泡泡P 泡泡P開出來 NICE 這個時間抓得不錯 先把泡泡P拿掉了 但這個時候還有一個NOVA 這個時候就不用 如果這個對槍的環境是好的喔 其實可以稍微拚一下喔 因為 哎呀 可是人家有數球啊 因為畢竟NOVA的範圍是比我們小的喔 相對來講就是你能掌控好距離 你是有機會對槍贏的喔 但剛剛這個實在太貓藍對槍 沒有發現NOVA身上有SP啊 好 這邊呢 現在家裡先塗一下 看有沒有人蹲 這個時候想要前進去攻擊這個 NICE 先把重格抓下來了 手長絕對是麻煩 沒想到塔已經一路推到了28 這個時候頭髮在後面 換掉 可惜啊 只把這個敵人殺掉而已啊 好 塔現在在這個 繼續回歸到中場之中 但是現在在28分 28分算是很前面喔 如果要是不能 一舉抓到制勝點 突破對方的這個防線啊 是沒有辦法贏到 可惜暴風範圍不夠長 沒有抓到NOVA NOVA最可怕的就是喔 他躲起來喔 然後一舉的給你擠擠喔 好 這個數球的保命是保得非常好 全部的人都在家裡 這個時候其實可以稍稍向前挺進 OK 導彈抓到一個 抓到了NOVA BCE也抓到現在只剩仲格 現在就是上塔最好時機 現在絕對是上塔最好時機 有人上塔嗎 沒有人上塔 好 交給這個RORO先自己上塔 現在目前是3對2的情況 仲格 仲格在這個位置下去換掉 呃 這個下的位置有點太好 他應該要往邊邊出發會比較好 因為他等於說跟自己隊友在同一陣線嘛 那隊友有可能把子彈打在自己身上 好的 前線的隊友似乎都很努力的在把這個敵人拉下來喔 現在目前是這個4對2的情況 好 有一個敵人飛回去 好 有人從選機下來 這個完全就是一個找死的狀態 啊 這個有一點貿然的被仲格看到了 欸 NICE 好 壽司已經挺進這個敵人夾中了 好 現在就是追分的大猴子 這個這個背包開起來很關鍵 這一波背包非常重 喔 好像他在有墨甲 救了一命 救了RORO先生一目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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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中線表 NICE 非常好 從下面喔 這個暴力的工作 從下面去突擊非常好 再抓一個泡泡屁 NICE 關鍵 關鍵 這是自身點關鍵喔 因為這時候就把敵人全部都 哇塞 這個導彈開的時機也非常好 好 現在又只剩下 現在已經可以進到家中 敵人家中 這個時候就是瘋狂廝殺壓家的時候了 NICE NICE 因為現在敵人心裡 只會想要趕快去停塔 趕快去停塔 但是會忽略掉家裡門口 會有敵人這件事情喔 現在再把NOVA抓掉 NICE 這邊可以抓到中格嗎 哎呀 可惜 不過塔已經直接一路送到了9分喔 就剛剛的那一大波進攻喔 壓制進攻喔 就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喔 好 時間剩下一分鐘喔 這個聖方還是要 怎麼說呢 謹慎小心啊 因為通常呢 會輸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贏定了 不過謹慎 像現在地板是不夠漂亮 真的是 你看隊友現在倒2 現在就很關鍵了 現在如果要是你出去死掉 那就會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 你看現在又只剩下肉肉先生一個人 現在非常的危險喔 現在肉肉先生看來是打算先擊波這個導彈 好 導彈確定有 好 要抓到這個比起嗎 OK 現在對方倒2 好 現在NOVA還在壓制 這一個選擇就非常不好 非常可惜喔 剛剛在等都白等了 要不是隊友把敵人拉下來 不然喔 應該是有可能會輸的 剩下20秒 互換互換 好 現在要站在這個關鍵的位置了 好 現在又只剩肉肉先生了 這個就是常見的常見的局面有沒有 贏的局面 但是因為塔要上來 所以敵人可能不太好進攻 這個時候選擇在這裡 好 拉掉一個人 好 現在有人要從後面來 綜合還在看 綜合還在看 NICE 可惜 剛好沒人佔塔 要不然 有點可能會不太好打喔 這個算是小剪刀 就是後面的防守不漂亮啊 被推到了80啊 但還可以啦 總歸你的運氣還沒用完 哇 還是一樣17殺 這個這個這個 昆布賽道這個蠟筆可以啊 好 來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場 2190的農園 這個相對來講 對大家來講都是非常非常討厭到一個不行 來 今天就來好好分享給你看一下 農園要怎麼玩 才是啊 蠟筆在農園是有天堂的喔 好 一開始起步呢 我們先往右邊走 我們先不塗抹 讓敵人以為右邊沒人走 好 先看一下戰況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有人要準備要上塔 好 這個時候敵人大部分會處於背對你的狀態 一定要看準時機喔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配裝呢 雙走速跟這個 附什麼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好 可以看到即便是敵人先上塔 你從後面去追過來 他們也會有點出其不意喔 蠟筆最大的功能就是讓對方出其不意喔 然後還有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農園的鐵網上面的這個小方塊 是蠟筆的這個甜蜜點啊 超級無敵好用的 這後面會跟大家分享 好 這個導彈開出 現在塔先往前進 好 現在敵人要追 因為你帶了這個雙走速 你這鐵網上真是無妄不利啊 好 這個小小的方塊 蹲好 好 這裡算是一個壓制點喔 但是你首先還是要先知道對方的武器喔 這個對方有長暴 52 NOVA跟這個傘 所以其實只有NOVA 是我們可以稍微相抗合的 好 沒錯 nice 先抓掉NOVA 然後這個時候繼續在方塊等 好 你有沒有發現大家的 大家的點都會放在塔 或是地板 下面一樓的地板上 在這個時候二樓的你 在沒有被發現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在上面帶著你的小蠟筆喔 真的是橫衝直撞 然後你又可以同時 你又可以看到敵人在下面亂竄 好 NICE 這抓掉一個非常好 等於說其實 蠟筆的這個攻擊範圍距離 在我們在農園塔上 基本上算是全吃喔 好 這個時候要抓 哎呀 可惜被抓到了 4秒 3秒 好 現在塔我們剛剛已經一路推進到19分了喔 因為呢 蠟筆的攻擊力雖然不到非常高 可是只要被打到一下 通常會慣性的 會先退 因為要保命喔 但這個時候反而會是你驅散敵人 非常好的時機點 OK NICE 感謝隊友 好 壓到對面去 現在這邊就是要顧一下喔 然後剛好我們要是從這裡下來的話 要持續的上鐵網喔 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好 這個時候協助隊友 NICE 好 這邊先壓到一個 門口擋一下 長暴喔 雖然距離長 但是他如果沒有整確打中你的話 你可以從中間是可以繞開的 所以走速的作用就是在這裡喔 避開敵人就是 算是進入敵人那個 對槍的灰色地帶喔 很有可能就是 除非他百分之百精準 好的 現在在下面做一個區桿 現在這個塔喔 是推進到了19分喔 但看起來對方呢 這個SP 喔 NICE 對方也是守得很緊喔 這個時候看見這裡 對面有三隻 三隻 阿 長暴 這個時候真的不能冒然前進喔 因為 其實蠟筆非常吃地板 跟時機點 所以我建議喔 使用蠟筆呢 是讓你學習 蹲起來 觀察敵人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看準時機移動 還有你的冰湖 你要會學習怎麼放 比如說短時間的冰湖 就是讓他壓得久一點以後 然後他很快會爆炸這件事情 OK NICE 這邊被直擊了 好 現在敵方的塔NICE隊友 這一局的隊友也是非常的carry喔 好 對方又倒了 好 我們這個時候就改走左邊的塔 左邊的這個農園上面鐵網 好 這個蹲一下 先看一下 這邊的狀況 敵人是怎麼前進的 敵人有沒有發現 敵人的缺點在哪裡 敵人的空檔在哪裡 欸 剛剛這持續性的都打一下 敵人都會落跑的 因為他們會不知道下一發會不會就死了 所以驅散作用是非常好 好 這邊又打到一下了 好 這裡也打到一下 你看他又推了他又推了他又推了 但他可以即時性的 你即時吸引驅趕也可以保護到隊友 好 這邊導彈開出來 鼠球想站塔 那我們現在在高處是有優勢的 驅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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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ICE 好 小方塊喔 這個蠟筆小天堂 欸 你看 5-2又是持續向下了 好 現在戰器即便開出來 我們的走速也是完全可以走開了 好 現在閃耀過來 閃耀過來 NICE 從天而降的爆裂 這就是我覺得蠟筆他的爆裂的半徑是非常漂亮的 在農園這裡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好 小方塊 蹲 這時候通常會怎麼樣 我預估應該會想繞被 跟我們一樣嘛 你會想繞 別人也會想繞 欸 這個時候刺激的就來了 NICE 因為你在這個鐵網上走的速度不夠快的時候 很難逃出蠟筆的手掌心啊 NICE 這個隊友真的是太兇狠了 好 這個時候我們再偷偷的壓制一下 有一點點就是 欸 這邊有人喔 這邊有人喔 分散對方注意力 欸 有 有 有 他被分散 他被分散 剩7秒 6秒 4 3 2 1 1 0 0 NICE 這個就是 這個肉肉先生個人 在這個 強塔 如果是農園 基本上都會拿蠟筆 但是一定也會有同學問說 這個可是會有遇到手長的 沒錯沒錯 所以蠟筆本身該注意的事項還是要注意 你還是要躲好 看準時機 進攻 然後一舉突破 就是今天前進到了2203 這個喔 今天這三個影片 今天有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喔 讓大家在這一個 看似這個好像 覺得過氣的這個 這個 七彈大作戰裡面呢 來一些不一樣的花樣 做一些不一樣的嘗試 不一樣的挑戰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點點意見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點點參考 這個樣子 如果大家覺得今天的影片還不錯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並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留言分享點心的 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持續的為你們做出更好的影片 感謝各位收看今天的這個七彈實況 這個分析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